大家好 我是騎士電的店長 今天呢 我們就來介紹這台 春風450SR 好,我們先看它的 它的整體外觀 跑車的跑格它都有了 侵略性十足 後視鏡的部分 方向燈的定位其實非常的明確 大燈的部分 它的日行燈的部分 非常有前衛的感覺 LED燈光的照射 大燈照射範圍也是非常廣 定風營的部分官方提供的是 在風動測試下的120公里 有2公斤的下壓力 碟盤的部分它是320mm的浮動式碟盤 配上RAMBO的對視輻射卡鉗 配置起來其實它只要稍微更換一下來臨片 其實煞車力道就已經非常足夠了 即便沒有更換應該也是非常足夠 就是如果你還是很挑剔的話 煞車的部分總共上 是它身風本場出的一個直推式的總共 力道上的控制也是非常線性 再來我們再講到這個風鏡的部分 或許有一些人會覺得說它太小 我覺得它這個設計 是為了要符合整個車子的外型 所做的一個設計 之後想調整再另外再買吧 那現在我們來講車尾的設計 它怎麼還在啊 它有點不耐煩 那我們把它放掉好了 它這個尾燈的設計 所以在它開啟電門的那一瞬間 它會有一個呼吸燈的一個動態 感覺上是還蠻生動的 對於這台車賦予一個靈魂的感覺 在尾殼的部分它又多了一個 這個鏤空導流的設計感非常棒 它比較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的後座比較硬 然後我們再講到它的搖臂 蠻有巧思的啦 它把鏈條蓋跟搖臂就是做一個鑲嵌的設計 那我們現在看到就是它的側身的部分 它有一個很棒的巧思 就是在它的打檔正反打 可以直接做一個調換 不需要做其他的拆裝 直接換過去就可以了 它就變反打了 這設計非常的極具巧思 那我們往前看 這邊是一個防滑塊 防倒塊 它裡面其實還有一個支架去撐住它 是鐵的 所以它才會這麼強的支撐性 然後這個還可以快速的拆換 上面有兩個螺絲孔 拆了翻上去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儀表 它的開機動畫其實蠻帥氣的 在它的儀表上面呢 可以看到它的水溫 油量 引擎溫度 還有油耗 里程 時間 檔位都有 然後它還可以做一些設置上的切換 就是主題風格 它有兩個風格可以切換 然後單位可以設定說你要英里還是公里 然後連接設備這個部分就是藍牙 它這個部分在台灣現在目前還沒有開通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先擺在一旁 留給你們自己是車主的話自己去研究一下 然後小里程重置啊 超速的警報 時間的設置這邊 升檔提示就是你今天超轉燈亮的時候 你要趕快換檔的那個提示 然後語言的選擇 雖然它是中文的但是它是簡體的 整體的TFT的儀表表現就是這個樣子 像現在白天的亮度也是非常充足的 儀表的部分呢大概就這邊 來那我們現在講到它的台灣的表定售價 表定售價為28萬8千塊錢 在預購期的售價為27萬8千塊 這個價格店長認為CP值非常高 以上這些就是我們對這台車簡單的介紹 如果有各種數據上的問題 我們會在資訊欄裡面 丟上官方的連結 讓你們去查個詳細這樣子 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囉 掰 著 Eric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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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